花蓮縣原住民部落事務工作組長 繼婦女義舊領袖聯席會議 各部落頭目等人均參與盛會 會場共湧入四百五十人 北區部落亮點圓民館 預定今年四月中旬完成整修 室內空間預計可容納八百人 搭配專業燈光音響 將成為一流的表演空間 從去年開始縣府投入經費 培訓在地表演人才 舞者每日訓練時間長達十餘小時 預定今年五月起 將與圓民館上演定幕劇 希望藉由原住民優質歌舞團隊的演出 讓觀光客感受在地的文化與熱情 為了今年的四月 最十五月 要正式上演 我們北區部落亮點的定幕劇 對於五月即將起跑的部落亮點族人有期許也有期盼 希望這個部落亮點可以長久發亮 帶動部落經濟效益 相對的周邊要環境一定要有配套措施 讓人家看出來這個就是我們的部落亮點 你沒有做這樣的行為 什麼量都不行 而且這個受益的對象應該是部落 這樣雙管幾下的配合之下 我想這個部落亮點的意義就有它的效果存在 我希望部落亮點是長久的而不是一兩個月的 是要不斷的繼續發展下去 我希望部落亮點就是永久的 不是說開幕就結束了 如果說是永久的話 可以發展我們那些婦女的有就業的機會 花蓮的行銷 部落亮點與人才 花蓮縣政府都已經準備就緒 而目前就等原民部落積極爭取 傅崑企也大力呼籲 希望鄉親能以愛惜部落族人的心肩負起責任 仁住自住改善原民經濟與生活品質 縣政府負責規劃硬體設施 招攬觀光客 但如何長期經營賺取收益 還是要靠部落本身的努力 記者卡召花蓮市採訪報導